大家好,今天是1月27日星期四,收市之后 见到港股今天很疲弱 而且也是继前日星期二之后 今天又再来一个三四百点的下跌年后 这样搞法,什么强势,什么弹势都完 我自己的看法,虽然今次行申指数的反弹 是有些均线上,但始终被科技 生物科技等等,我经常说 增长股拖累着,你看看科子就知道 科子这浪从来没有弹过任何黄金交叉 而且现在又准备穿底 你看阿里,一直叫大家不要去做 弱名,是吧?ATM这些全部 不会由他们去入手捞底 记住,现在的浪潮就是 首先,美股现在隔夜的时候 开到很紧,很樱派了 面对加息周期展开 今个星期要update的A股 护心300和上证指数穿半年底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点 因为外围两样东西都差的时候 港股是怎样的? 所以,现时都只能够这么说 深信一点 恒心指数235,如果站不到的话 就228 现时只有银行股可以叫做 受惠加息顶倒下 包括外资银行,内银等等 不是内银,内银 其他办法呢 有利就先吃了 未买的话就要等等 那我们就让我们来 关闭了 ~! 咱们去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